嗨,大家好,我是老海 这期视频咱们讲讲刘邦的一生,分成三个部分 首先咱们唠一下正式开战之前各方势力的背景和来历 对背景版有一个了解 然后咱们再唠一下刘邦和项羽到底是怎么打的仗 刘邦赢在哪,项羽输在哪 最后是总结部分 结合上下两期视频 我们来说说刘邦崛起背后的那些评价和讨论 好了,我们直入正题 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一项优良传统 见面打招呼的时候会说你吃了吗 那要是没吃呢,就一起吃点呗 所以从古至今就有很多很多故事发生在吃饭喝酒时间 一个人的时候可以举杯妖明月,对影成三人 那是李白的孤独 两个人的时候可以青梅煮酒论英雄 那是曹操刘备的惺惺相惜 人多了以后,还有西进心庭之会 乾隆千首之宴 赵匡印杯酒士兵权等等等等 可无论怎么排 有那么一场宴席都一定会被提起 他的名字叫鸿门宴 和海格粉丝代表帅一样 鸿门宴已经成了一个形容词 用来形容来者不善 公元前207年12月,距离今天已经有2227年了 咸阳的冬天不算特别冷 但此时刘邦的心中却拔凉拔凉 因为他的军师张良刚刚走进来 向他报告了一个晴天霹雳 项羽要杀他 两个月以前,刘邦在蓝田攻破了秦国最后的卫队 秦王子英出城投降 一个月以前,项羽军队走到西安 坑杀了20万秦军降族 现在呢 项羽的军队风尘仆仆赶到了关中 带着满身杀气 这时候我们就得问一句 如果项羽要杀刘邦 那刘邦是咋值得的呢 答案呢 在军师张良着 上个视频说过 张良是大贵族 韩国灭亡后一直到处奔走 还曾经刺杀过秦始皇 而也就是在这段时期 张良救过一个人 这个人呢就是项羽的三叔 项伯 咱们已经知道啊 项氏家族也是楚国大贵族之后 和张良的情况非常相似 所以楚国灭亡以后啊 这书值三人也在各国流窜 努力联络原来六国的贵族啊 起来搞事 可是在秦始皇如日中天的威压之下 这些贵族全都成了缩头乌龟 对着三个人冷嘲热访不说呀 还打算去告发 为了保密 也为了复仇 书值三人啊 没少杀人也一直被秦国通缉 就在这段时期呢 有一次项伯被秦军发现 差一点被抓 是恰巧路过的张良啊 出手相助 脱离危险之后 俩人一报名号 好家伙 共同的出身 共同的志向 这是同志啊 从那时候起 张良和项伯 就达到了兼顾的友谊 所以现在呢 项羽大军进入关中 项羽本人啊 对刘邦起了杀心 为了老友张良的安危 也为了报答曾经的救命之恩 项伯乔装打扮深夜前来 想要把消息偷偷告诉张良 带着他赶紧跑 张良这时候呢 明面上是韩王的人 可实际上 早已经下定决心 跟刘邦混 得知这么惊人的消息 不敢怠慢 马上跑过去告诉刘邦 软膜硬炮之下呀 张良把项伯也带了过去 就这么一次会面 可以说改写了很多历史 有一个事啊 这里还要再说两句 为啥项羽会对刘邦起杀心呢 难道就因为刘邦先入了关中 抢了他的风头吗 当然不是 刘邦再出风头 也比不上打赢巨鹿之战的楚霸王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这 而在于实际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项羽行略定秦帝 韩武官有兵守官不得入 又闻佩公已破咸阳 项羽大怒 使当阳军等机关项羽碎入 光看这句话呀 读者可能会误解 以为是项羽军打到了韩武官 发现有秦军镇守 然后又听说刘邦已经打进了咸阳 所以生气自己落后了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这里韩武官的守军不是秦军 而是刘邦的人 也就是说项羽带着诸侯们高高兴兴进了关中 结果刘邦不让他们进去 你说项羽该不该生气 那不光项羽生气 各路诸侯都生气 你个简陋的刘老三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这才起了杀心 进了营帐 张良也很纳闷 就问刘邦你咋想的 为啥要派人堵着韩武官呢 刘邦说是邹生告诉我 让我跟秦国学 读着关口不让他们进来 这样我就可以占据秦国地界了 邹生不是人 而是那时候骂人的话 意思是卑鄙小人 张良说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 项羽已经打进来了 刘邦一听 就回了一句自己的口头禅 为之奈何 那咋整 还能咋整 示弱呗 幸亏现在项伯来了 我们求求情 让他回去给项羽带个话 咱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两人商量好了以后 就把项伯请了进来 本来项伯是不愿意的 但是架不住 刘邦和张良一顿忽悠 又是叫哥 又是抱着苦 小日以情 动之以礼 项哥我冤枉 我们的军队进关中以后 啥都没敢动 就等着你们过来接收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 应应应 项伯听了以后 非常感动 你的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临走之前 项伯还和刘邦 承诺了儿女亲家 两家要联姻 回到军中以后 项伯找了项羽 跟他转达了刘邦的话 项羽听了以后 就答应暂时修饼 先不打的 吃顿饭再说 第二天 项羽在鸿门大摆宴席 宴请各路诸侯 刘邦带着一百多人 就去吃了这顿饭 鸿门宴的过程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毕竟是课本上讲过的内容 要是简单来说 三句话就能带过 刘邦去吃饭 刘邦很危险 刘邦跑了 要是复杂一点 无非是按照课本上的内容 复述一遍 也没啥意思 所以这次呢 海哥找一个新的表达方式 给大家讲这段历史 一些年以前呢 宋朝大文豪苏氏 早已经名满天下 有人就问他 说先生啊 您的学识如此渊博 是怎么做到的呢 关于读书方法啊 您有啥秘诀吗 苏氏微微一笑 就给他讲了自己的秘诀 八面受敌读书法 今天呢 我就借花献佛 用胡门燕举例子 给大家讲一遍 这个读书方法 所谓八面受敌啊 很简单 就是打群架 准确来说呀 是你被一群人围着打 这个时候你咋惹啊 磕头求饶吗 那只会被打得更惨 正确方法啊 是不管有多少人打你 你也要抓住 那个主要敌人反击 用到读书上啊 也一样 史料书籍 浩如烟海 穷尽一生 也不可能全部读完 光24正史加起来呀 3700万字 这可不是小说啊 而是古文 到了现代啊 更可怕 每一天出版的书 普通人一辈子都读不完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 找到一本值得细读的好书 博观而约取 后继而博发 就是说啊 多看几遍 但是呢 每一遍只看一个重点 比如啊 看史书 第一遍看人物 第二遍看政治 第三遍看官职 然后啊 看文化 看经济 看地理 等等等等 这样看书呢 你会发现越看越简单 每一遍呢 都有新收获 我们就用鸿门燕来举例啊 首先看人物 项羽啊 范增是一伙 刘邦的人呢 是一伙 项羽本人呢 正在纠结 正在犹豫 杀不杀刘邦啊 范增啊 是项羽的主要谋士 被项羽尊为亚父 他的态度很坚决啊 别说那没有用的 赶紧弄死刘邦 勇绝后患 而项伯呢 他已经被刘邦说服 帮着刘邦说话 然后啊 看座位 项羽啊 东向座 范增南向座 刘邦 北向座 张良 西向市 所谓东向座呀 不是坐东边 而是面向东边 也就是坐在西边 其他的以此类推 古代礼仪严格 尊卑有序 南北方向啊 北面为尊 比如皇帝和大臣呢 皇帝坐北朝南 如果是东西方向呢 西面为尊 比如有客人来访啊 为了表示礼节 主人呢 坐东面的椅子 让客人坐西面的椅子 在鸿门宴上啊 这种四方的座位呢 就是西边最尊贵 然后是北边 南边 东边 那现在最尊贵的西边啊 项羽和项伯坐着 也就是所谓的东道主 北边啊是范增 南边是刘邦 东边是张良 从这个座位上啊 就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了 整个事件的格局 项羽啊 占据绝对的主导权 非常强势 也非常的傲慢 再接下来呢 我们看器物 在这场宴席上啊 有两个器物很重要 第一个是桌子 咱们现代人聚会吃个饭呢 都是在一张桌子上 真想杀人呢 那得先桌子啊 或者从底下捅过去 而鸿门宴上想杀人 还得找个人武剑 这说明当时吃饭呢 还是分餐制 依然一个小饭桌啊 这个深究下去呢 结合后世的史料 就是中国饮食器具的演变史 第二个呀 是玉 就在吃饭的时候啊 范增拿着一块玉 嘟嘟嘟嘟 一直在那举来举去的 给项羽看 别人吃饭的 他老举那晚上干嘛呀 给耍猴似的 这里啊 就能看到中国的玉文化 范增手里拿的是玉绝 他的意思呢 是君子有绝断 范增啊 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态度啊 别磨磨叽叽的赶紧动手 所以范增啊 没举一次欲绝 刘邦啊 都有可能当场去世啊 这就是红门燕的暗流涌动 那在接下来呢 范增发现项羽还是没动 就干脆派人 让一个叫项庄呢 去武剑助兴 项庄啊 是项羽的足弟 项庄武剑 意在佩公 想要趁机杀了刘邦 这时候啊 项博站了起来 跟项庄啊 来了一段双人舞 一直挡在刘邦身前 刘邦的命啊 就这么被保护下来了 武剑结束 项羽还是没有决断 所以刘邦啊 就借口上厕所啊 在勇士反快的掩护下 一溜压啊 就跑了 这场暗藏杀鸡的宴会 就这么结束 项羽啊 失去了最有可能 杀死刘邦的机会 这时候啊 咱先暂停一下思绪 出来讨论一下啊 大家觉得 项羽做错了吗 在海哥看来啊 从逻辑上来说 项羽在这件事上啊 是没有做错的 结合上个视频呢 咱们从头到尾讲到这 刘邦犯什么错呢 你项羽到底有什么理由杀刘邦呢 怪刘邦先进关中吗 那又不是人家的错 是吧 你要怪 也得怪楚怀王拖你后腿啊 那怪刘邦堵着寒谷关吗 人家都说了啊 这是误会 而且啊 你又拿了人家的御弊啊 接受道歉了 再加上啊 从头到尾 刘邦都对项羽唯唯诺诺 24岁的楚霸王 还能怕他一个50岁的小老头吗 更别说大军出发之前 两人还结为兄弟 以及最重要的 其他诸侯啊 可都在看着呢 可实际上啊 项羽这40万军队 大部分都是沿途加入的 各路诸侯的兵 刘邦和他们一样啊 也是诸侯的一员 你要是真把刘邦杀了 那其他诸侯怎么看 怎么想呢 人家刘邦啊 已经完全服软啊 答应了你项羽提的所有条件 咸阳和关中呢 刘邦完全退出移交项羽 秦王子英啊 和秦国的官员军队啊 也全部移交给项羽 刘邦军队退回坝上 完全听从项羽的指挥 说啥是啥 你还想咋的 还讲不讲道理呢 所以海格认为啊 项羽在鸿门宴不杀刘邦 算不上什么致命错误 要说错误啊 只有一个 就是项羽不该卖了曹吴商 曹吴商啊 是刘邦的手下 项羽进关中的时候呢 曹吴商就派人啊 给项羽打小报告 也就是暗中投靠着项羽 结果啊 在鸿门宴上 刘邦刚进来 项羽就说 此配公左司马 曹吴商言之 不然急何以生辞 直接啊 就把曹吴商给卖了 刘邦逃回军营啊 第一件事 就是杀了曹吴商 一小见大 就这么一件事 以后啊 谁还敢投奔项羽啊 这才算得上是错误 总之啊 刘邦最大的危机 就这么平安度过了 然后呢 项羽进了咸阳 那是一场灾难 美好的王公被烧毁 投降的子英啊 被杀害 金银财宝全部掠夺 美女家人全部抢走 项羽啊 不想当皇帝 他只想复仇 只想杀戮 嬴姓宗族被全部处死 从远古到今天的秦王室 被彻底断绝 秦国统一了天下 但秦国的百姓也好 国君也罢 得到的只有无比惨烈的结局 这就是为什么 从汉朝以后啊 中国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 法家呀 太极端了 需要用儒家呢 来中和一下 如果独尊法家 就等于开着豪华马车 驶向悬崖 在狂欢中一起毁灭 简单来说啊 只要百姓过得不好 我就生气 项羽入秦以后啊 咸阳宫被点燃 大火烧了三个月 六国军队烧杀抢掠 狠狠的肆虐了一番 咸阳被夷为平地以后啊 项羽心满意足的 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而这个决定啊 真正导致了他的失败 历史没有如果 但历史啊 有大势 那大势向天车之轮 向旭日东升 堂堂正正 不可阻挡 中国历史在这个时期啊 天下的大势 就是分封制的终结 中央集权制的开始 这背后啊 是技术的发展 是生产力的进步 也是各国人民的新生 所有人啊 都渴望着一个 统一国家的出现 秦国做到了 但他没能守住这份基业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 项羽迎来了改变 中国历史的机会 可项羽的选择 却是回到过去 没有一盏黄黄旧旧的灯啊 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是上将军 项羽也是一个 渴望一锦还乡的孩子 这里啊 也要稍微给他解释一下 对于当时的项羽来说呢 客观条件呢 是不足以支撑大一统的 说到底啊 他现在的身份是武林盟主 表面上啊 是诸侯之掌 实际上各个诸侯啊 都有兵有钱 不可能啊 放弃自己的势力 更重要的 项羽主观意愿上 也完全不想成为皇帝 所以在公元前206年2月 项羽召集诸侯大会 把整个天下分成了19块 分封了19个王 而这19个人呢 就是接下来 角逐天下的参赛选手 我们有必要啊 分别来认识一下运动员 首先入场呢 是第一梯队楚国天团 那走在第一个的 自然就是我们的武林盟主 西楚霸王项羽 西楚的国都啊 在彭城 也就是今天的徐州 治下呢 有原来的梁国和楚国九郡 又大又繁华 这块地呀 项羽留给了自己 除此之外 剩下的楚国故地一分为三 分给了恒山王吴瑞 九江王英部 临江王贡敖 吴瑞呀 是个好人 也是个好官 他是吴王夫差之后 吴国覆灭以后啊 他们家并入楚国 在战国末年呢 还是世家大族 在乱世中呢 保卫一方百姓平安 秦国统一后啊 吴瑞就成了当地的县令 兴修水利 镇压盗贼 大起义爆发以后啊 吴瑞是第一个 想要起义的秦国官吏 后来呢 追随项羽带兵 进入咸阳 不管是实力 还是声望 都非常高 非常好 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担 也得到了诸侯们的肯定 九江王英部啊 因为早年间受过情刑 用名情部 情刑啊 就是在脸上刻字 是一种侮辱性的惩罚 最开始呢 英部是刑徒 在咸阳啊 修皇宁 后来纠结了一帮犯人逃走了 在九江这个地方呢 聚效山林 秦末三大盗贼集团 有盲荡山 刘邦 聚也泽 彭越 还有啊 就是九江英部 起义爆发以后啊 他先追随向良 后来跟着项羽 非常能打 一直啊 都是项羽的先锋部队 刘邦赌着韩武官不让进啊 项羽派的当阳军啊 就是英部 上去三下五成二 就打下了韩武官 项羽把他视作心腹 同时啊 吴锐也很认可他 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英部 简直啊 人生赢家 最后一个啊 就是临江王贡傲 相对来说呢 没啥排面 原来啊 是楚怀王那大臣 后来打仗有功 被项羽封了王 那第一梯队啊 介绍完了 接下来啊 来的秦国地界啊 除了关中地区啊 还有汉中以及巴蜀之地 在当时的世界啊 巴蜀经过秦国的开发 已经有了天府之国的雏形 不算特别荒凉 但依然地势险恶 民风淳朴 项羽啊 就把刘邦封到了这个地方 当年说好的 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 项羽就把他当成了一个屁 食言而肥啊 摆明了针对我刘老三 那原来汉中的土地呢 一分为三 分给了雍王张寒 赛王司马新 敌王董毅 这三个人呢 都是秦军的将领 聚路之战以后啊 投降项羽 项羽啊 就把他们仨封为关中王 他们的作用啊 就是用来防备刘邦 这三个人 或者这仨人的地盘啊 就被统称为三秦 成雀服三秦 封烟忘无金啊 三秦指的就是他们的地盘 好吧 秦国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齐国 齐国啊 也被项羽一分为三 分别是齐王田都 纪北王田安 焦东王田福 上集说到啊 齐国想象起义的 是田丹 田荣 田恒 三兄弟啊 老大田丹 救援魏国死了 齐国人呢 就另立了田甲为国军 然后啊 被老二田荣带兵 杀回去给打跑了 也因为这件事呢 齐楚两国交易没谈成 田荣没有第二次 跟着项羽出兵 导致项羽 兵败被杀 项羽啊 就恨上了田荣这国人 所以这次分封啊 项羽没管田荣 而是把田丹的儿子 田荣的大侄子田福封了王 分到了偏远的郊东 把那个田甲的儿子 田安 封为了纪北王 把田荣的副将田都 封为了齐王 田都啊 是田荣的手下将领 田荣没出兵 田都自己带人啊 去投奔了项羽 跟着大军攻入了咸阳 所以现在啊 被封为齐王 如果在这啊 你看不懂啊 没关系 不用计啊 马上啊 他们就死了 项羽的这些操作呀 其实都很清楚 就是要分裂齐国 弱化齐国 再接下来呢 是原来的赵国徒弟 分成了两个 一个是常山王张尔 一个是带王赵羽 这都是咱那老叔人了 张尔呢 就是刘邦小时候 崇拜追随的那个大哥 起义之后啊 一直当赵国丞相 现在升了一级 赵羽啊 就是之前被推举上来的赵王 现在赵国一分为二啊 他就成了带王 再接下来呢 是原来的魏国徒弟 也是分成了两个 一个是西魏王魏豹 一个是阴王司马昂 魏豹啊 是魏鞠的弟弟 魏鞠就是起义刚开始的时候呢 被推举的魏王 张寒大军包围魏国啊 齐处联军来救嘛 结果张寒夜袭联军 联军兵败死伤无数 魏王就一看大势已去 为了防止秦军屠城啊 就主动打开了城门 让士兵投降 然后自焚而死 保全了百姓 是个好汉 魏鞠的弟弟魏豹啊 就加入了向良的队伍 魏他哥报仇 作战英勇 履历战功 现在啊 就被封为了西魏王 另一个啊 英王司马昂 没什么背景 只是个普通将军 英公被封王 在接下来呢 还剩下燕国和韩国 又到了这反向征霸二兄弟 他们呢 也是一分为二 燕王脏徒 辽东王韩广 这俩人啊 特有意思 上个视频呢 我们说了 陈胜起义啊 他手下的将领出去啊 帮助六国复活以后 这些将领呢 也全都自立为王 陈胜啊 派武臣去赵国 武臣自立为赵王嘛 武臣呢 又派了韩广去燕国 韩广自立为燕王 现在呀 项羽来分封 韩广啊 就成了辽东王 那另一个张徒是谁呢 他原来呀 是韩广的手下将领 陈胜集团呢 祖传手艺 这一伙啊 个个都是套娃专家 张徒啊 也是跟着项羽去咸阳打仗 回了以后呢 被封为燕王 那最后一个呀 又到了韩国 韩国小可莲 也被一分为二 韩王韩成 河南王申阳 韩成啊 就是张良帮着复国的 那个国王 实力最小 地盘最少 闻着伤心 听着落泪 申阳啊 原来是张尔的手下 聚录之战之后啊 项羽打赢以后呢 申阳带兵 打下了河南一带 然后啊 献上地盘迎接 追随了项羽 这次呢 也被封了王 好了 19个参赛选手的信息 我们都介绍过了 除了这19个人呢 还有几个特殊人物 要讲一下 第一个是 楚怀王 雄心 说起来呀 又搞笑又心酸 这倒霉孩子啊 为了不当傀儡 一直搞事 努力扯项羽的后腿 这次分封天下呢 楚怀王虽然被封为了异地 但是他的权力 早已经被项羽架空 而且啊 失去了利用价值 头上顶着一个 大大的威 第二个人呢 叫王陵 我们看地图啊 紧挨着刘邦 占据了南阳这片地的人呢 王陵手下也不是项羽的人 这大哥啊 自学成才 竟然在这个时期 自己打下了这么一块地盘 这王陵是谁呢 他曾经啊 也是刘邦的大哥 上期讲过啊 刘邦的童年 就是对侠客的追逐中度过的 大侠客追不上 所以刘邦呢 没事就去隔壁县城 找他的张尔大哥混日子 那除了张尔啊 刘邦在封义老家 也有一个大哥 就是这个王陵 刘邦出门啊 就找张尔 在老家呢 就跟着王陵混 在那个时期就能当大哥 家里肯定有钱有势 不是一般人 所以后来王陵啊 才能起兵 打下了这块南洋的地盘 那第三个人呢 继续看地图啊 在最南边 有一个人呢 叫赵陀 很多人都有个疑问呢 秦国统一那么短时间 为啥大起义爆发的时候 感觉秦国没啥兵啊 原来的军队都上哪去了呀 那除了咱们讲过的 北方长城军团 以及守卫关中的几支卫队啊 还有一路南方军团呢 就是赵陀这国人 秦国统一六国以后啊 秦始皇就派任肖赵陀等将领啊 去攻打南越 仗打得很艰难 因为这片啊 在当时属于未开化地区 环境非常恶劣 后来呀 大起义爆发 这帮人呢 就直接原地驻扎 谁也不帮了 倒不是说这些将领啊 故意背叛了秦国 而是因为这支军队里的士兵啊 有很多啊 都是楚国人 他们不造反啊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所以将军们也没法带人呢 回去评判 后来秦朝灭亡 主将任肖听到消息啊 一举动啊 直接病死了 副将赵陀掌军以后呢 就直接派兵堵住了领南的各处通道 自己过日子 这支军队的人数啊 实料上没什么记载 只有一个淮南子弹书呀 有五十万人 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学者推测呀 也就几万人到十万人 有个小八卦啊 赵陀呀 堵着领南过日子 最后一直活到了公元前一百三十七年 活了一百多岁 他出生的时候啊 是秦始皇掌权 六国还没统一 他死亡的时候呢 是汉武帝四年堪称秦汉活化时 好啊 赵陀刷了 最后还有两个人啊 就是他东边的乌珠 瑶 这俩人都是越王勾建的后裔 越国被灭以后啊 就带着族人啊 迁移到了南边 基本上呢 属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中国历史上啊 很多王朝的末年呢 都会有这种隔绝势力出现 不参与中原的大战 等到最后的赢家获胜以后啊 他们再投号过去啊 继续过日子 这里的乌珠和赵陀他们 都是这样的势力 简单来说 不用管他 好了 以上说的 就是咱们视频的第一部分 这里呢 可能会有点枯燥啊 但我觉得 大家有必要了解的全面一点 如果没记住 大家可以倒回去啊 再看一遍 如果不想记呢 也没事 因为大部分人呢 都只是舞台上的背景板 上台听相声的捧跟演员 历史进程到这啊 对于24岁的项羽来说呢 天下已经平定 往后余生 那就是天堂啊 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往后的生活 只有无止境的快乐和苦涛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哪怕呀 是咱们这些旁观者 都能看出来 这天下呢 就像一个烧开的水壶 在不断的沸腾翻涌 像用武力 把水壶的盖子强行摁住 一屁股跺了上去 可哪怕他屁股再大 大不过诸侯心中的欲望 大不过天下大势所趋 用更简单的例子来说啊 这时候的天下 就好像是老师宣布 下课的前一秒钟 结合整个事件来看呢 对于项羽分封最不满的 有三个人 一个是齐国的田荣 一个呢 是楚怀王雄心 最后一个 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角刘邦 田荣和雄心呢 我们等会再说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调转啊 看看这时候的刘邦 在捣鼓点啥呢 此时的刘邦军中啊 惊奇招展 军容肃穆 今天呢 是个特殊的日子 刘邦 则良日 摘戒沐浴 设坛场 聚礼仪 那场面是相当大 整这么大场面 是要庆祝当汉王了吗 当然不是啊 此时的刘邦军队 和刘邦本人呢 是人生中最为低谷的时期 说好的 关中王没有了 刘邦啊 带着军队进了汉中 队友里的士兵啊 都是楚国人 非常思念家乡 在这里啊 看不到前途 连士兵带将领 一边行军 一边逃跑 北边的三秦将领啊 严防死守 打算把刘邦一辈子 困在汉中 刘邦迎来了起义兵以来 最大的危机 焦头烂额 濒临绝望 这里啊 额外补充一下 本来项羽给刘邦分封的 是巴蜀之地 没有汉中 后来呢 是张良通过运作 把汉中这块地儿啊 也分给了刘邦 那他是咋运作呢 还是找项伯 如果一个人帮了你一次啊 他就很容易帮你第二次 项伯也是这样啊 红门燕放走了刘邦 可把他爽坏了 因为这意味着啊 项羽啊 更信任他 而不是范曾 这是权力之争 他呀 已经把自己看作刘邦的庇护者 所以这次呢 又出手相助 好啊 说回刘邦 今天的仪式啊 就是刘邦在绝境中的一场豪赌 一直以来 刘邦的团队都缺少一个 能够真正带兵打仗的 上将军大元帅 萧和啊 是后勤人才 张良呢 是外交人才 立即是纵横家 刘邦啊 一共就这三个人才 结果张良啊 还走了 项羽分封天下以后啊 看出来张良的威胁 强行规定 让张良啊 跟着韩晃去了封地 那剩下的将领呢 只有一些跟着刘邦 从老家起兵的将军 比如房块啊 周伯啊 冠英子 这些人呢 确实很英勇 但是你在勇里勇得过项羽吗 现在项羽和张韩是一伙的 天下第一和天下第二连起手来 刘邦啊 要是自己上 下辈子也打不过他们 所以这一次呢 刘邦当着所有人的面 拜了一个人为上将军 这个人的名字啊 叫韩信 当刘邦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啊 台下的将领一片哗然 因为啊 他们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字 谁他娘的是韩信呢 不光台下的不认识 其实就连刘邦自己都找不明白 因为韩信这个人是肖和推荐的 看在肖和的面子上啊 也是相信肖和的眼光 刘邦这次把全部身家 全部的希望都压在了这个陌生人身上 那么问题来了 韩信到底是谁呢 这咱们呢 必须得好好说说 海格认为呢 在人类历史上 有两样东西 可以被称作文明的结晶 一个是诗歌 一个是成语 诗歌高雅啊 普通人大多能欣赏 但不能参与 成语通俗 充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个语言还活着的标志呢 就是不断有一些新的词语 新的成语被发明 哪怕他又怪又难听 也是好事 时间呢 会去其糟粕 留下经典 而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啊 能证明一个人的存在和容易的 不是史学家高高在上的肯定 而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名声 简单来说 一个历史人物留下的成语越多 他的存在感就越强 韩信呢 他留下的成语 足足有几十个 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啊 他到底有多厉害 关于韩信的出身呢 史料上没有记载 他的家庭如何 他的家人是谁 他有没有兄弟 有没有妻子 有没有子女啊 我们全都不知道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 韩信生的高大魁梧 但他一直孤身一人 他呀 应该是贵族的后裔 但是非常落魄 连吃饭呢 都没有着落 每天配着刀剑 捧着兵书 到处蹭饭 十几岁的时候啊 县里的慧慧啊 看他配刀持剑 特别不爽 就跟他说 你要么一刀捅死我 要么从我胯下钻过去 韩信呢 在众人的哄笑中 承受了胯下之辱 在河边洗衣服的大娘啊 看他可怜 连着几十天呢 赏他一口饭 韩信一边吃 大娘一边训 唠叨他不务正业 不是声差 但无论别人怎么唠叨 韩信都不为所动 他的眼里 只有刀剑与兵书 他不在乎给谁打工啊 只希望 有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得到一个出人投地的机会 韩信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啊 大则香起义爆发 他是楚国怀银 今天的江苏淮安人 所以啊 去投奔了向良 在向良军中呢 全程参与了作战 向良死后啊 韩信的军队被打散 他千辛万苦 绕过敌军 回到了向宇的军队继续作战 在居禄之战中 向宇一马当先冲入敌阵 而这时候的韩信呢 是向宇的秦魏军 是破釜沉舟的亲身参与者 向宇啊 进关中的时候 韩信跟在身边 向宇坑杀降足的时候啊 韩信在旁边劝 向宇分封天下的时候呢 韩信使劲拦 向宇鸿门之宴的时候啊 韩信是执己郎中 就守在门前 而从头到尾啊 韩信对向宇的建议 劝戒和阻拦呢 得到的结果 都是史书上的一句话 术语策干向宇 语不用 所以等到湖门宴结束 韩信彻底失望 看到刘邦的军队启程啊 韩信带着决心 抛弃了向宇 投奔了刘邦 来到刘邦的军队以后啊 韩信没有一步登天 因为他的梦想啊 实在离谱 他只是一个普通军官 却想要成为汉军上将 军队唯一的统帅 用相声皇后的话说呀 这是想瞎了心了 这是 韩信呢 混了一段时间呢 没有得到重用 心昏一冷呢 就打算逃跑 前面说了啊 这时候的汉军士气低迷 大家都觉得啊 在这巴蜀之地 实在没有前途 所以每天呢 都有士兵逃离 韩信呢 也趁机逃走 结果啊 被逮住了 乱世用重点 逃兵要砍头 在刑场上啊 韩信跪在地上非常无语 在他前边呢 有十三个士兵 依次被砍了脑袋 轮到韩信的时候啊 他抬起脖子 为自己喊了一句 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为转壮士 汉王难道不想夺取天下吗 为什么反而处死壮士 刑场上的监展官呢 是夏侯英 他是刘邦的心腹 这时候呢 是刘邦的司机 未来是汉朝的交通部长 夏侯英一看 这个男人死到临头 还在这巴巴的啊 不是一般人 马上啊 就下令放了韩信 然后两人坐下来交流 对于真正有才华的人来说呀 他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伯乐 三言两语之间 夏侯英完全被折服 马上就去找到刘邦 向刘邦推荐了 这个叫韩信的人 我们上下两集讲到这儿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刘邦有一个特点 只要是他信任的人呢 说啥他都信 说啥他都听 所以刘邦啊 马上给韩信升官 提拔韩信为致宿都位 相当于啊 后嫌部长 这已经是一步登天了 在这个位置上啊 韩信继续发光发热 展示出了令人侧目的才华 这时候韩信的直属领导啊 是丞相肖和 对于这个突然空降的后勤部长呢 肖和牌扫描仪再次启动 开始观察 也开始考察 两个人共事一段时间 肖和是越看越心惊 我哪个乖乖 又捡到宝了 哎 我为啥要说又呢 最后啊 实在忍不住找来韩信 两人对坐深谈 当韩信离开的时候呢 肖和的脑袋里只有四个字 天下有望 所以肖和马上就向刘邦继续推荐韩信 一定要让他成为大将军 这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人才啊 面对肖和的推举啊 这一次刘邦啊 却没有同意 原因很简单 前不久啊 刚把他从基层提拔为后勤部长 现在又要提拔为上将军 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跟咱们起兵的那么多将军 肯定不服啊 所以刘邦打算呢 再拖一拖 而另一边的韩信呢 这么长时间以来啊 一会儿希望 一会儿失望 这次呢又充满希望 结果又等来了失望 韩信表示了 这一天天大起大落 太刺激了 我这心脏实在受不了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然后啊 在一个月夜高悬的晚上 骑马跑来 当肖和听到汇报啊 直到韩信跑了 来不宜汇报 急得上马就追 两个人在月下纵马狂奔 留下了那幅千古名画 肖和韩信有马 这边韩信跑了啊 肖和去追 那边啊 可把刘邦急坏了 汉军从上到下 连军官带士兵 一波一波逃跑 正是刘邦人生的最低谷啊 这次可好 连丞相都跑了啊 刘邦欲哭无泪 所以等到肖和两人回来的时候啊 刘邦冲上去就抱住肖和 你干啥去了 肖和说呀 我去追韩信了 刘邦说你放屁 诸将王者已实属 共无所追 追信 乍野逃跑的将领啊 以实为单位 那么多人你不追 就追韩信 咋的啊 你看上他了 肖和说呀 我还真看上他了 肖和看着刘邦 认认真真的说了一句 诸将一得 志如信者 国事无双 你如果只想当个诸侯 可以不用韩信 你如果还想争霸天下 只有韩信能帮你 看着严肃的肖和呀 刘邦这次终于下定决心 紧接着的剧情啊 就接回到我们镜头 一开始的大会 当着所有将士的面 刘邦用最厚重的礼仪节 拜韩信为上将军 统帅所有兵马 落魄贵族韩信 终于登上了刘老三大舞台 当仪式落幕啊 刘邦心里还是慌的不行 因为到现在为止啊 韩信都没有跟刘邦深谈过 对于自己的上将军呢 刘邦完全不了解 难道啊 他真的有办法力挽狂澜吗 让我们把自己带入到此时的刘邦啊 看看刘邦面临的到底是个什么局面 刘邦最一开始牺牲的时候啊 从最开始的一千人 到最后进入关中的时候呢 有了十万大军 但是这十万大军里呢 大部分都是秦朝降族 我们演之前啊 刘邦俯软 这部分人呢 就都移交给了项羽 跟着刘邦进汉中了 只有三万嫡系部队 除了这三万人呢 另外还有一些自愿 跟随而来的诸侯军队 和贤坦的士兵 这些士兵啊 都不想跟项羽混 跑来投奔刘邦 从这儿啊 就能看出了项羽刘邦啊 在当时士兵心中的地位差别 这部分人呢 也有几万 这就是刘邦的全部兵力 不算多啊 也不算少 但他面临的困难呢 是实实在在的 北边的关中地区 三秦军队认真贯彻了项羽的命令 把所有交通要道啊 堵得严严实实的 其他方向啊 更不用说 蜀中高山峻岭 独物瘴气 除非是遇见飞行啊 否则根本没法走 另一方面啊 就算出去了 山东的诸侯们难道是善茬 还有最终报死啊 项羽的军队 勇冠三军天下无敌 这仗到底怎么打 面对刘邦的提问 韩信胸有成竹 微微一笑 汉王你呀 这就是被吓到了 其实哪有那么复杂呢 我们在哪啊 我们呢 在秦国腹地 往前看几十年啊 秦国凭什么不能打天下 无非是一个地利加人和 现在大王的军队全都是储君 人人都盼望着打回老家 全军上下一心 这不就是人和吗 再说说地利啊 我们现在啊 确实被三群堵住了 但反过来呢 其他人也没办法来打我们呢 我们想打呀 就出去 不想打就回来 完全占据主动权 所以争霸天下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秦国的路线啊 再走一遍就行了 第一步 我们拿下秦国地盘 第二步 我们冲出韩国关 刘邦一听啊 心里轻松了很多 接着问 那敢问大将军呢 三秦要怎么打呢 现在他们对咱呢 是严防死守啊 数到本来就难 我们就算冲过去啊 还得面临他们的大军 我们的后勤补给啊 都很难供应啊 我昨天晚上做梦啊 梦见一个叫诸葛亮的人 他说呢 他是这巴蜀的村夫 当年呢 他也曾带兵去打汉中 后来呢 就是因为补给跟不上 一辈子都没能打过去啊 韩信又笑了 大王你呀 漏算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叫民心 孟子说 得民心者 得天下 而现在呢 关中的民心呢 在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需要的补给啊 没那么多 大王你想一下啊 如果你是关中地区的秦国百姓 你最恨的人是谁呢 答案呢 是项羽和张涵 项羽带兵进来屠杀关中 火烧咸阳 但他只能排第二 关中百姓最恨的 其实是张涵他们三个叛徒 对于关中百姓来说 我家的男人 我家的孩子 跟着你们几个将军出去打仗 结果啊 一个都没回来 全被坑杀 而你们这些打了败仗的将军 还有脸投降 还有脸回来 还有脸当关中王 你说百姓恨不恨 百姓都恨不得生吃了什么 和三秦比起来啊 大王您又如何呢 当年入咸阳的时候啊 您约束军队 安抚百姓 把秦朝的严苛法律全部废除 只留下约法三章 所有关中百姓啊 都念你的好 如果有的选 百姓一定会选择我们 而不是三秦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 只有一件事 训练士兵 整肃后勤 然后啊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大王你看地图啊 从汉中到咸阳的路线呢 一共就这么几条 明面上呢 我们修整战道 麻痹他们 暗地里我们集结人马 从陈仓道突然杀出去 只要我们的军队出现在关中 关中百姓一定望风而投 我们的力量会越打越强 拿下三秦不在话下 这就是我韩信的战略谋划 韩信这话说完呢 空气都安静了 刘邦急动呢 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国势无双 好家伙 我刘老三呢 这把是赌对了 真不愧是萧和呀 这眼光绝了 既然计划已定 那就人皮夹马上岸 全军出击吧 公元前 2006年7月 韩信指挥汉军养功龙西 然后在紫武道布置宜兵 最后大军秘密集结 暗渡陈仓 冲入了关中 局势完全按照韩信的预演发展 看到汉军来袭 关中百姓全都笑脸向阳 根本就没怎么打 敌王董毅 赛王司马兴直接投降了 只剩下雍王张涵 没有投降 毕竟是曾经的英雄 投降一次已经够折磨了 这次实在是拉不下脸 被汉军追着打 最后围在废休这个地方 一直坚守 奄奄一息 很短的时间 刘邦军队就平定了关中故地 韩信战略规划的第一步 非常顺利就完成了 那么问题来了 刘邦这么明目张胆的造法 那项羽咋不管呢 项羽这时候在干啥呢 让我们先放下刘邦 把镜头望向东方 看看项羽在干啥 项羽不在家 他正带着军队在齐国疯狂杀戮 破一城 图一城 破一城 图一城 已经超神了 他为啥这么做 因为田荣也反了 前面说了 对项羽的分封最不满的 有三个人 一个是楚怀王 一个田荣 一个刘邦 在刘邦之前 田荣就已经造反了 因为他啥也没捞着 项羽只给他的大侄子 田丹的儿子田福 封了一个焦东王 这个田福很软弱 非常害怕项羽的威名 就跟田荣商量说 您看要不咱就同意了吧 我这就去上任 田荣非常生气 同意你二大爷 田福说 你不就是我二大爷吗 田荣一派脑门子 我让你贫 直接就把田福给杀了 然后自立为齐王 派出自己的盟友彭越 点击兵马 就向其他两个齐王杀了过去 田荣的实力很强 很短的时间 就杀了田都和田安 重新统一了齐国 项羽得知这个消息怒不可遏 带着西蜀军队冲进了齐国 这就有了刚才说的那一幕 项羽军一路杀 一路烧 大杀特杀 疯狂杀戮 田荣带着军队去抵抗 一个回合就被项羽打败 田荣掉头逃跑 跑到了平原这个地方 被当地的老百姓给杀了 这事整得好像一个闹剧 齐国镇压完毕 项羽把田甲又推出来立为齐王 准备打道回府 结果还没走出齐国 田甲这个废物又被打跑了 这次打跑田甲的 是接力三人组的最后一个 老三 田衡 因为项羽的杀戮过于狠了 齐国百姓实在太惨 反而激起了人民的怒火 真当我山东大汉是吃素的吗 齐国百姓自发围绕在田衡的身边 继续作战 这三兄弟接力半传递到了最后 百姓心火燎原 把项羽的军队死死拖住 项羽彻底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从公元前206年8月 项羽出击齐国 一直到公元前205年3月 大半年的时间 项羽在齐国一步没动 双方傻红了眼 整个齐国打成了一片废墟 百姓流离失所 异常惨烈 就在这大半年里 其他诸侯也没闲着 北边的燕国 燕王张徒 吞并的辽东王韩广 成为了最后的套娃之王 刘邦曾经的大哥 长山王张尔被打跑 土地被赵国吞并 张尔一溜烟 跑去投奔了刘邦 张尔的大哥都这么惨了 王陵这二哥也没好哪去 王陵的母亲被项羽请走 老人家敌死不从 直接拔剑 自吻在项羽军营 因此之前 老太太让王陵一定要投奔刘邦 好好干 刘邦拿下关中以后 王陵就主动率兵来投 刘邦小时候跟着混的大哥二哥 现在全成了他的手下 说起来也挺奇妙的 三秦被收复以后 韩信战略魔化的第一步完成了 紧接着第二步 就是东出韩武关 把当年秦国的老路再走一遍 而且这时候 刘邦出兵讨伐项羽 还有一个完美的理由 项羽把楚怀王给杀了 说起来简直是黑色幽默 项羽这辈子想杀谁就杀谁 楚怀王没用以后说啥就啥 结果就在鸿门宴 就那么一次在乎了一下名声 就把刘邦给放走了 在人生的选项中 完美避免了正确答案 或许这就叫天意吧 趁着项羽被齐国死死拖住 刘邦的军队一路向东 沿途的各路诸侯 一个没打 全部投降 公元前206年8月 亡陵复汉 公元前206年10月 张尔复汉 河南王 张良回到了刘邦的军队 这里要额外说一下 分封的时候 韩王不是叫韩城吗 怎么变韩王昌了呢 因为刚分封完 项羽突然灵光一闪 觉得张良总给刘邦帮忙 我很不爽 所以张良好不容易 求来的韩王城 压根就没去封地 就被项羽带走 给弄死了 结果现在项羽心力的韩王昌 连谢谢都不跟他说 汉军一来果断投降 一点都不犹豫 11月 汉军打下了龙溪 转过年1月份 汉军打下了北地 3月份 颖王司马昂 西卫王卫豹一起投降 刘邦的汉军一路出击 沿途诸侯望风而降 大军直奔 项羽的老家鹏城 赶到鹏城的时候 刘邦的诸侯联军 已经有了56万人 全军一踪而上 瞬间就拿下了鹏城 刘邦志德一满 万万没想到 这天下打的竟然这么顺利 那这时候的项羽在干啥呢 项羽在攒怒气条 同学们 军路之战之前 项羽叠加了四段怒气值 这才有了破釜沉舟 威认天下的楚霸王 那现在呢 项羽的怒气值多不少啊 北边北边不听话 齐国齐国造反了 刘邦刘邦来打我 鹰步鹰步不出我 诸侯们呢 就像放学来的熊孩子 根本不管项羽 自己打来打去 开始狂欢 攻打齐国之前呢 项羽打电话 让其他三个楚国诸侯 跟着出兵 结果啊 他自认为的心腹 其他三个楚国诸侯 一个都没来 别问 问就是有病 项羽这时候再回头一看 好家伙 自己的老家都被端了 大家平平理 你说项羽急不急 气不气 项羽啊 气得都充气了 从1米85变成了5米81 按下的启动键 变身高达 公元前 205年4月 刘邦的诸侯联军 占领彭城以后啊 每天大开酒宴 刘邦以为天下一定 又一次旧态复发 呼朋影弹 快乐起来 就在这一天呢 项羽率领三万骑兵 日夜不停赶赴鹏城 这支军队在项羽的指挥下 不是从东往西回援 而是绕了一个大圈 从西往东打 项羽的军队夜间抵达 在第二天拂晓时分 项羽一马当先 冲进了诸侯的军营 开启了鹏城之战 这三万人早晨冲进了战场 一直打到中午 诸侯联军彻底溃散 乱作一团 视频之间互相踩踏 被项羽军队 直接杀死了十万人 紧接着 刘邦的军队溃逃 可是由于项羽是从西往东打 他们只能继续向东南方向逃 刘邦在前边跑 项羽就在后边追 跑了几十里地 又被砍死了十万人 刘邦呼唤军队 想在南边的山区重新集结 结果汉军还没过来 项羽又来了 又被杀了几万人 刘邦只能继续往南跑 军队跑到水水岸边 士气已经崩溃 项羽的军队又又又又杀到 又杀了十万人 剩下的士兵纷纷往河里跳 逆死者不计其数 死时阻断了河水 追水为之不留 刘邦最后的精锐 拼死抵抗 恰好一阵狂风吹过 飞杀走时能见度降低 十几个骑兵看准了机会 带着刘邦杀出血路 逃出了包围圈 蓬城之弹 这才落下了帷幕 诸侯联军的人数 应该是有水分的 但这场战斗的结果却很真实 这时候的刘邦有多惨呢 实际里有一段非常细节的描述 说刘邦的司机夏侯英 驾着马车 带着刘邦一路狂奔 结果在乱军之中 突然看到俩孩子 刘邦定睛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刘盈 女儿刘乐 他赶紧让夏侯英停车 把俩孩子抱上车一起跑 刚跑了没多远 楚国将领追上来 刘邦这时候已经吓破了胆 为了让车开得更快点 他竟然一脚一个 把孩子全踹下了车 夏侯英吓了一跳 赶紧跑下车 把孩子又抱了上来 然后刘邦一脚一个 又给踹下去了 一边踹还一边骂 让夏侯英赶紧开车 夏侯英又急又气 再一次跳下车 把俩孩子抱上来 然后一直护在自己的怀里边 刘邦在后边是又打又骂 但总算是有惊无险 夏侯英车击过人 最后成功逃脱了 就这记载是不是真的 咱也不知道 反正实际上明明白白的 写了这几句话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当时刘邦的惨状 项羽又一次用事实 告诉天下人 什么叫军事天才 什么叫西楚霸王 刘邦突围以后 本来打算先回到沛县 接上家人 但是到了沛县 还听说手下将领 已经带着他的家人逃了 这才继续往西跑 结果他还没走多远 他的将领连带的家人 被楚军追上一窝端 全都运回了项羽军营 到了公元前205年5月份 刘邦的残军终于退守到了形阳 前期的大好局面彻底葬送 楚军将领一直追到了这里 马上就要攻打 刘邦迎来了巨大的危机 那是谁解救了刘邦呢 当然还得是萧大人 萧和坐镇大后方 听到了前线战败的消息 马上蒸发关中的老若年幼 一股脑子全送到了形阳 然后又在形阳北边 掘开了一条运河 把后续物资粮食 源源不断的送了过来 听到这有同学可能疑惑了 大将军韩信呢 他上哪去了 走丢了 前面不是刚吹上天 这时候他人呢 史书上没记载这时候的韩信去哪了 但是根据后续的事件来推测呢 这时候的韩信应该在关中围攻张罕 根本没出来 蓬城之难呢 是刘邦自己打的 所以才这么惨 这次啊 局势危急 韩信赶紧带兵 赶到了形阳 打败了楚国追击的几个将领 把遥遥欲坠的局势啊 暂时平复了下来 当一切尘埃落定啊 刘邦的志德一满 汉军的无限希望 全都碎成了粉末 之前投奔过来的诸侯啊 跳响就跑 燕国 赵国 投奔了项羽 影王司马昂 战死 之前在关中投降的敌王司马兴 赛王董毅 找了个机会啊 也跑了 魏王报啊 说刘邦大哥你放心 我肯定不跑啊 我就回家去看看 然后啊 渡过黄河以后 直接拆了码头 一去不回 甚至就连齐国的田衡啊 这时候都接受了项羽的议和 为了表示诚意 项羽这次啊 终于把废物田甲给杀了 双方议和 而且结成了盟友 这帮墙头草 用事实证明了 啥叫乌合之众 也反向证明了 这时候的项羽在他们心中 打出了多大的阴影 是真的把他们给吓坏了 在接下来发生了啥呢 中国呀 有一个神级发明 叫做象棋 相信大家 就算没玩过 也不会陌生 红黑双方啊 排兵布阵 兵来降党 而在棋盘中间呢 有一道鸿沟 上面写着楚河 汉界 指的呢 就是接下来这个历史史书上 称其为形阳对峙 在象棋中啊 红黑双方的兵力相等 各个棋子的功能啊 也相同 比的是记忆力和计算力 但在实际的历史中呢 楚汉双方打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战场 正面对决啊 汉军完全不是储军的对手 如果在野外遇到啊 一个回合就报销 所以汉军只能固守在各个城池中 而另一边呢 项羽一路走来的各种操作呀 已经彻底失去了天下诸侯 和各地百姓的信任 他的军队依然无敌 但是越打越少 刘邦的军队依然费用 但是越打越多 项羽啊 是军事家 刘邦呢 是政治家 所以在形成战略对峙以后啊 天下的局势 我们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 刘邦啊 带着汉军主力 在形阳 城高这两个地方呢 正面防守项羽 然后其他将领啊 同时开辟三条战线 首先是北方 韩信带领士兵啊 渡过黄河 去攻打魏国 如果能够打下来呢 那汉军就可以从 楚国的北方绕道 随时渡河 去攻打项羽的老家 取得战略优势 其次呢 是南边 前边说了啊 项羽给自己分封的几个 楚国诸侯啊 真有事的 一个都没去 这里边最重要的 就是项羽的先锋大将 鹰部 鹰部啊 既然没去帮项羽 将就说明啊 他想坐山观五斗嘛 而按照项羽的性格 肯定已经恨上了鹰部 所以汉军呢 就有机会派顺羽去拉拢鹰部 在鹏城之战 刚刚结束的时候呢 刘邦马不停蹄往西逃 在半路上啊 就问身边的人 谁如果能替我出使淮南 拉拢鹰部 让他出兵啊 替咱们挡上项羽几个月 封赏随便提 跟随刘邦逃跑的人里啊 有一个叫隋和的人啊 自告奋勇 带着二十人去了淮南 想要游说鹰部 北边南边啊 都安排好了 再接下来呢 在项羽的后方 刘邦也安排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彭越 前边说了啊 前陌乱世中有三伙人 属于盗匪势地 一个是盲荡山刘邦 一个是九江鹰部 最后一个 就是聚野泽彭越 聚野泽呀 在今天的山东 河德市的聚野县北边 黄河拐弯的地方 洪水经常泛滥 所以啊 有片大沼泽 彭越呀 本来是跟着齐国混 但一直呢 属于别步军队 所谓别步啊 用熟悉的话说呢 就是独立团 三观演义里啊 很多将军都是别步司马 意思啊 就是独立团团长 彭越的军事才能啊 非常突出 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 第一位使用游击战的将领 而且玩的出神入化 这应该跟他多年的 盗匪生活有关 彭越得到刘邦的命令啊 就在项羽的后方搞游击 现在啊 项羽这只猛虎在中间 韩信在北边 鹰部在南边 彭越在后边 刘邦在前边 这四股人马各司其职 各自去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 按照真实的实践线呢 咱们先来说说南边 去南边 当说客的谋士啊 叫隋和啊 名字起的挺儒雅 但是啊 却非常有胆量 他带着二十个死士 直奔九江 来到了鹰部的府上 可是一连好几天 都没见着鹰部 因为这时候的鹰部呢 也在纠结 他害怕项羽啊 但是又觉得项羽不靠谱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隋和出现 他先找到鹰部的太宰 也就是丞相 跟他说 大人呢 我知道王上不愿意见我们 是害怕被项王怪罪 我有一个办法呢 解决这个问题 我带来的这些人 包括我自己啊 现在就躺在大车上 您如果让我进去 跟王上说几句话 如果我说的不对 您就下令 把我们这二十个人 全部砍成肉泥 扔出去喂狗 这样项王的人看到啊 飞赞不会怪罪您 反而会重新信任大王 太宰一听啊 很有道理 就把这些话转达给了鹰部 鹰部同意了接见 隋和上去就是一顿慷慨激昂 再加上一顿逻辑风暴 鹰部的小奶袋瓜 就已经成了一团浆糊 紧跟着 隋和听说楚国的使者也在这里 马上就去找到对方 跟楚国的使者说 九将王啊 已经答应跟我们汉军结盟了 你们呢 该干啥干啥去吧 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鹰部一看 既然已经这样了啊 就只好投奔了刘邦 然后派兵出击 真的拖住了项羽几个月的时间 给刘邦在行阳重新部署防御啊 赢得了宝贵时间 过了几个月啊 楚国的将领攻打过来 鹰部全家被杀 军队死伤殆尽 鹰部本人呢 只能弃城逃跑 去行阳 投奔了刘邦 刘邦后来啊 又给他一些人马 让他回到南边去打游击 鼓噪声势 前置项羽 这就是楚汉争霸南路的局势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最重要 也是最精彩的北方战局 韩信出发以后啊 渡个黄河与魏国的军队对峙 这时候魏国的领导啊 就是刚才说的 常回家看看的魏王豹 魏王豹啊 直到自己不招人待见 但是呢 鲍格很有信心 因为汉魏之间有黄河天险 魏王豹啊 派中兵守卫着河上的渡口 给韩信出了一道难题 我们之前用那么大的篇幅啊 讲了一遍韩信的故事 吹得天花乱坠 可实际上 从这场仗开始 才是韩信真正展示才华的机会 之前说的再好 谋划的再高 本质上呢 都是纸上谈兵 那你韩信到底本领如何 这次就亮亮相吧 第一关呢 是魏国 魏国的兵马很多啊 最起码比韩信多 汉军的主力 这时候全在形阳 在刘邦的统领下啊 守城 被项羽打得头破血流 所以韩信带的兵力啊 很少 面对黄河对岸的中兵把守啊 韩信用了一招声东及西 韩信自己在渡口边 戏精附体 疯狂加戏 假装啊 要渡河 吸引的对岸全部的注意力 然后呢 韩信派曹三从北边绕道 换了个地方渡河 曹三渡河以后啊 兵贵神速 直扑河岸守军的后背 打得守军措手不及 韩信看准机会 带兵渡河加入战场 前后夹击之下 很短时间就打败了渡口的守军 两队人马会合啊 直扑其他城市 魏王豹啊 根本没想到自己败的这么快 兵力就被打散了 鲍格掉头逃跑 跑了没多远啊 就被韩信追上 直接升擒 然后啊 韩信调转兵马 迅速打下了魏国国独 把魏王豹的全家都绑着 送去了形阳当人质 魏国啊 就这么轻轻松松的 攻打下来了 韩信表示啊 这套试卷太简单 没啥意思 给我拿一套黄钢呢 赵国带国一听 兵肩子一起上 这就是韩信面临的第二关 先说一下基本情况啊 打完魏国以后呢 韩信的兵力实在太少 就找刘邦啊 又要了三万人 这三万人呢 都是刚征召的老百姓 战斗力很差 而跟着韩信的人呢 除了几个带兵的将领啊 还有一个之前被打跑的张尔啊 他这次啊 也跟着韩信回来报仇了 另一边呢 带王啊 叫陈瑜 陈瑜和张尔呢 本来是好兄弟 后来反目成仇 就是他呀 带人打跑了张尔 赵国的领导啊 就是之前的那个赵歇 陈瑜和赵歇都待在赵国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 他们派出带国的丞相夏悦 回到了带国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附近 作为第一道防线呢 狙击韩信 我画了一个图啊 大家看一下 韩信现在的位置啊 就在刚打下来的魏国最北边 也就是今天的林芬市附近啊 驻扎 带国丞相夏悦呢 在今天的山西太原近中附近 而陈瑜和赵歇 在今天的石家庄路泉区附近 韩信三万人 对阵赵代二十几万人 光人数上啊 就差了好几位 这还只是第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呢 是韩信和赵国之间 有一道天险 叫做太行山 也就是今天河北省 和山西省的坟界线 陈瑜和赵歇的二十万大军呢 就在太行山的出口等着 夏悦的军队呢 在太原南边的山里啊 占领了两个堡垒 堵在韩信的两条必经之路上 这就是韩信当时面临的情况啊 人数少好几倍 对方呢 还有太行山天险 自己带的全是新兵 你不是要加大难度吗 直接给你一套凹树题 那让我们看一看啊 这一关韩信是怎么打的 首先啊 第一个boss是代国长相夏悦 韩信选择的方法是硬钢 趁着士兵刚到 士气正旺 韩信带着军队直扑夏悦 驻守的烟鱼 擒贼先擒王 很快就打败了守军 升起了夏悦 然后大军冲出山口 直扑代国都城 将其占领以后 又反向包围了 另一边堵路的军队 雷霆万军之势 韩信打败的第一个boss 当所有人都以为 我会用计谋的时候啊 我忙上去也是一种计谋啊 这时候韩信的军队 就来到了太原附近 他们面临的第二个boss 是太行山 韩信想去打赵国 就得先穿过太行山 而想要穿过太行山呢 只有八条路 被称为太行八行 行啊 指的是山脉中断的地方 太行山一共有八条小路 可以通过 结合当时的局势呢 离韩信最近的路啊 叫井行路 入口啊 就在太原东边的平定县 出口啊 就在路权县的土门关 只要通过这条路啊 就能到达赵国腹地 可问题是啊 韩信不敢 天险之名不是白叫的 山中小路 狭长又贫瘠 落差有几百米 大军根本施展不开 敌人只要把出口一堵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耗也能把韩信给耗死 那么这个难点 韩信是怎么过的呢 答案呢 是间谍 这个世界的聪明人啊 可不是只有韩信一个 陈瑜啊 有一个谋士叫李佐鞠 他观察了战场上的形势后啊 马上跟陈瑜提建议说 韩信军队千里出击 粮草供应必然紧张 现在啊 他们想走井行路出太行山 我们只需要派人堵住这个口子 然后在其他口子 反向进攻 截断韩信军队的粮草 把他们堵在井行口里边 他们还怎么打呀 投降啊 都得快点 否则就得饿死在里边 咱们作为旁观者啊 大家觉得这个计划靠谱吗 那可以说呀 是相当靠谱啊 如果陈瑜真的按照这个计划实施 哪怕只实行一半 把井行口给堵上 韩信的军队啊 就很难打过来 除非韩信的三万人不是新兵 全都是都市兵王 战胜归来啥的 而面对李佐鞠提出的这个建议呢 陈瑜的回答是 不用 为啥不用呢 因为这样啊 不义 没错啊 两军交战 陈瑜作为主帅 想的不是战斗能不能赢 而是计谋够不够义 因为他是个儒生 再结合视频开头啊 海哥说法家的情况 现在大家感受到了吧 那个时期不管是哪个学派 都是这么极端 法家呀就特法 儒家呢就特儒 但其实啊 这根本不是孔子的本意 孔子本身的思维啊 是很灵活的 这个我们以后再见 回到战场啊 陈瑜没有采用李佐鞠的计谋 但这其实啊 跟韩信没啥关系 因为韩信哪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 作为主帅啊 他不能把希望放在敌人的错误上 所以啊 他还是不敢进入太阳山 就在这时呢 一个消息传了过来 消息的内容正是李佐鞠和陈瑜的对话 史书上对这里的记载啊 就是聊聊几个字 韩信使人见势 知其不用 魂抱则大喜 乃敢引兵碎下 实际上呢 我们看到这 应该看得出来啊 这个间谍是极其重要的 而且大概率 这不是韩信派出去的间谍 能偷听到这么重要的军事机密 还能把消息快速传递给韩信 这个间谍的身份呢 肯定不一般 大概率是之前张尔啊 在赵国时候的大臣 张尔被打跑了嘛 这个大臣呢 就留在了陈瑜的手下 这次抓住机会 把消息传了出来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猜测啊 韩信呢 得到消息非常高兴 带着军队顺利的渡过了太行山 来到了今天的井行县附近 紧接着啊 最终BOSS出现了 招待联军20万人在路全 刚走出井行路的 3万汉军在山里 要说之前横穿太行山 一半啊 是间谍的功劳 一半呢 是陈瑜自己犯蠢 那好歹呀 别人也能想明白 可是面对现在这个情况 连对面那个谋是黎左居 都想不明白 韩信到底凭什么打呀 哪怕是项羽在居度直战的 那也是先叠加了四段路细直 然后带领骑兵杀入战场 在大平原上和敌人死磕才赢的 现在韩信只有3万新兵 刚打完下月 然后又横穿了太行山 又渴又累 士气低迷 韩信竟然想用这3万人 打20万人 要知道啊 这20万人的背后还有赢债呢 把人反过来 20万围攻3万人 都不一定能顺利拿下 韩信凭啥敢打呀 这就是当时战场上 所有人的心声 不光是陈瑜这边想不明白啊 连韩信自己的将领都想不明白 汉军到现在还没崩溃逃跑啊 完全是看在韩信之前的威名上 从上到下的将军和士兵啊 都希望韩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是韩信依然胸有成竹 只说了一句话 今天之内打下赵国 到时候啊 全军会参 说完这句话 韩信掉头就走 回金营开始了军事部署 我们看一下具体地形啊 在今天的太行山快要出去 但还没出去的地方呢 有一个景形线 韩信军队啊 就在这里 景形线到陆泉之间呢 有几十里的区域 景形线背后呢 有一条棉曼河 陆泉呢 是一片大平原 陆泉的西北方向 有一座山 叫做暴独山 我们看一下实景地图啊 在平原上 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有一座山 反过来呢 山上也可以观察平原 这就是全部的地形条件 韩信的部署啊 是这样的 派出一万人 渡过棉曼河呀 在岸边驻营 见到的越坚固越好 然后呢 分兵两千人 带着大量汉军的旗帜 走小路 到暴独山上藏起来 暗中观察着平原上的营战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啊 韩信率军渡过河水 大张旗鼓呢 带人走到赵国大军面前 然后使出了卷帘门终极绝绝 你过来啊 赵国军队一看啊 就这俩人还敢装逼啊 全军一拥而上 连主帅陈渝啊 都带着兵冲了上来 把韩信的军队呢 围着打 汉军呢 很快就崩了 扔了一地的军机 然后啊 掉头就跑 韩信在前面跑 陈渝呢 就在后边追 但这些啊 都在韩信的计划中 汉军跑到了岸边 建造好的军营 陈渝的大军呢 也就追到了岸边 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混战 如果是正常情况啊 汉军早都崩溃了 可是由于背后是河水 没有地方跑 汉军只能拼死作战 还真把赵国的军队给挡住了 战场上喊杀震天 分外血腥 按理来说 这样的战斗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赵国赢嘛 可是就在这长时间的混战中 赵国的士兵们 却越来越感觉不对劲 因为有一个消息在四处流传 赵国老家没了 原来是那2000伏兵开始的行动 他们在山上 看着韩信把赵军勾走了 马上按照原定计划 冲入了营寨 进去以后 不烧不杀不抢 而是冲到城墙上 把所有赵国的军旗都拔掉 然后换上他们自己带的军旗 等到受伤的赵国士兵回营 抬头一看 直接愣住了 我家没了 这个消息就像病毒一样 飞速传递到了战场上 赵国士兵直接崩溃 本来苦苦支撑的汉军一看 啥情况 对面咋都跑了 精神一震 在韩信的指挥下疯狂看杀 一战就消灭了赵军 紧接着 汉军带着狂热的激情冲出井行 直奔陆旋 彻底打败了赵军 然后军队继续前进 去追击赵王歇的残部 一鼓作气 截杀赵王歇与信毒 这就是韩信的背水一战 当一切尘埃落定 代王陈渝 赵王歇全部被杀 两个国家全都成了韩信的地盘 这时候再来看韩信的将军和士兵 他们看韩信的眼神 只有两个字 崇拜 来来来 同学们 我们重新来介绍一下 兵先韩秀 从形阳出发 灭魏国 灭戴国 再灭了赵国 到现在仅仅过了一个多月 韩信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成为了项羽之后 第二个威震天下的军事家 再接下来的第三关是谁呢 是燕国 那韩信是怎么打的呢 劝祥 燕国同意了吗 同意了 燕王张图 这时候已经麻木了 外边真是神仙打架 我谁也惹不起 干脆我直接投降 省得动脑 再接下来第四关是谁呢 只剩下齐国了 不过在这里 韩信遇到了难关 倒不是齐国难打 而是项羽 这时候终于反应过来了 好家伙 再不派人过来捣乱 就算把刘邦给杀了 韩信也能把他弄死 所以项羽前后派了好几波楚国将领 渡过黄河去攻打韩信 双方你来我往 僵持住了 未来的九个月 韩信就一直在跟楚国的将领 打垃圾战 让我们回到大地图 看看如今的局势如何了 韩信拿下了北方 就已经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这时候的项羽被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人围着打 说的好听点就要放疯着 说的难听点就遛狗 项羽的军队依然能打 但是四个方向全都传来军情 项羽去打形阳 彭越就偷袭他老家 今天打下十个城 明天烧他一座粮肠 项羽去追彭越 彭越就退回到聚也泽 然后刘邦又从形阳出来杀他的前线将军 项羽发了疯 不管不顾的去打刘邦 甚至还把之间俘虏的刘邦的父亲都推出来 不投降就煮了 刘邦哈哈大笑 别忘了分我一块尝啥味 项羽真是一点招都没有 只能聚动兵马继续攻打 刘邦被打得抱头数算满脸是血 但每次都能想出办法逃生 或者是退守到城高 或者干脆退回咸阳 项羽终于体会到了 当年六个人面对秦国的无奈 项羽继续努力 把形阳和城高都打下来 刘邦就从另一条五官道出去 继续捣乱 刘邦这帮人玩的是军棋游戏 项羽玩的是打地鼠 看到刘邦从五官出来 项羽就去追刘邦 彭越就从聚冶泽就出来了 抢了一堆粮食就给韩信运过去 项羽的怒气值已经叠加了100层 但是除了高学家一点用也没有 刘邦这帮人就像玩游戏打暴子一样 慢慢消耗项羽的血量 那么问题来了 项羽这边的谋士不是有一个范增吗 赶紧让他想招 不行了 因为范增死 除了在外部战场上遛项羽 在内部的间谍战上 刘邦也没闲着 刘邦有个谋士叫陈平 江湖人称贿赂大师 刘邦就给他数万斤黄金 让他自己看着办 陈平分了这些黄金 派出间谍四处离间 项羽的将领越来越少 全都叛变了 而最重要的范增 陈平给他来了一招最狠的 楚汉争霸期间 双方也是有使者互相沟通的 因为随时要议和 或者是商量俘虏啥的 有一次 项羽的使者去了刘邦的军营 使者到了以后 发现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 各种吃的喝的应有尽有 这个使者很高兴 刚想吃 结果突然有人冲过来说 不好意思搞错了 我们还以为你是亚富范增的使者 原来只是项王的 然后就把美食拿走了 换上了粗茶淡饭 使者回去以后 就把这个事跟项羽说了 这个离间计既不复杂也不高端 堪称阳谋 但他就是好用 因为多疑猜忌 就是项羽的性格 这时候的项羽 基本上已经没有理智了 因为自己势力范围有些诚实 之前不得已投降了彭越 他甚至连这些诚实都想图了 基本上已经是为了杀人而杀人 哪还能分得清 到底是不是离间计 所以马上就疏远了范增 范增一看 真的是太无力了 数字不足与谋 就直接离开军队告老关乡 走了没多远 心情太郁闷 旧伤复发 死在了路上 这就是亚富的结局 那咱们说到现在 是不是可以收摊了 照这么说项羽已经输了 不 还不行 因为项羽还有最后一个地方 可以反击 他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这个地方就是齐国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楚国和齐国 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之前两个国家 打的脑僵子都出来了 现在因为汉军的攻势 他们俩反而结成了盟友 项羽派出了自己的手下将领龙居 去齐国帮忙 龙居这名字很霸气 听起来像个磕金游戏的狙击枪 事实上龙居也确实挺能打 是项羽征伐天下的重要将领 可他跟项羽有同一个毛病 容易上头 没什么耐心 龙居率领军队北上到齐国 双方合并一处 准备跟韩信对阵 不过在说这场仗之前呢 咱还得把时间往前退一点 讲一个非常倒霉的人 利益姬 上个视频说了 利益姬这大纵横家确实不一般 在刘邦打天下过程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 关键是纵横家打天下 和兵家不一样 用不着打打杀杀 到哪去都能跟对方的负责人谈笑风声 吃着火锅唱着歌 就把对方劝行了 简直不要太潇洒 而打到现在面对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 刘邦也是按照惯例派出利益机去田广的府上游说 这里要停一下 田广是谁 接力半三兄弟的最后一个不是田衡吗 得解释一下 这个田广是老二田荣的儿子 接力三兄弟是这样的 老大田丹死了 就把田丹的儿子立为王 就是之前被田荣自己杀了的田服 后来老二田荣也死了 老三田衡掌权 他就把老二的儿子田广也扶为了齐王 自己来当丞相 其实现在的权力还是在老三田衡这边的 属于是爷俩商量着办 立即来到田广府上 就跟这叔侄俩人开启了宴席 其实也用不着说什么 谁也不是傻子 立即来到这就已经表明了态度 怎么决定 就看田广最后的想法了 所以等到宴席吃完 叔侄俩一点头 然后跟立即说 我们决定投降汉王 立即一听 哈哈大笑 不费吹灰之力 齐国就拿下了 那从此以后 咱就是自己人了 是吧 三个人都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那就接着奏乐 接着舞吧 可立即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的死期来的这么突然 此时此刻 离他不远的韩信军队中 有一个人想要置他于死地 这个人叫宽通 是个辩士 也是个毒士 宽通是韩信的谋士 当听到立即已经说服齐国以后 他马上找到韩信 跟韩信说 将军咱们必须攻打齐国 你看我们又是渡过黄河 又是背水一战 折腾来折腾去 这才拿下了赵国五十多个城市 本来我们功劳很大 可是现在立即去齐国 三言两语 就劝详了齐国七十多城 这两相一比较 我们还有啥功劳可言呢 再说了 汉王他私下派了立即去齐国 却没告诉咱们停止进攻 我们也不算违抗军令 韩信一听 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趁着齐国没有防备 大军日夜间层就冲进了齐国 另一边的齐国大殿上 田广得到消息直接就翻了脸 他们都投降了 韩信竟然还打 气人太甚 而这一切都是你立一机立老头的错 是你让我们齐国没有防备 才会被偷袭的 田广越想越气 直接砰杀了立一机 老立头纵横一势 没想到会落得这么个结局 真是倒霉 再接下来就是刚才说的龙居出场了 韩信面对龙居又一次使出了卷蓝民决绝 齐楚联军瞬间上头冲锋而来 韩信把他们引到河边的包围圈 然后一声令下 上游早已准备好的士兵 搬开了赌河的麻袋 河水暴涨而来 齐楚联军一波就被冲没了 韩信又嗅了一把水汽禁舟 至此齐国也落入了韩信的手中 整个北方全被韩信攻打下来 一年多的时间韩信灭了魏代赵燕齐五个国家 走完了秦国几百年的路 大点声再给大家介绍一遍 兵先韩信 故事说到现在 这次总该结束了吧 抱歉 还是不能 真正的高潮才刚开始 就像每个电影的结尾 都会有一个极转直下的剧情一样 此时的刘邦迎来他人生中 第二个重大危机 第一个危机是项羽在鸿门样给他的 而这第二个危机就来自他的大将军韩信 还是刚才那个谋士快通 他跟韩信说 将军事到如今 我觉得你可以冷静一下 自古以来 功高盖主的下场都很惨 你现在已经不是功高盖主了 你现在都盖了帽了 跟你一笔汉王啥也不是 你说他会怎么做 我建议你 不如就站着现在的地盘不动 咱们跟楚汉三分天下 你也当个王 这不是挺好吗 韩信这时候的思考和选择 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命运 他选择帮谁 谁就赢 他如果自立 那就是天下三分 韩信紧皱眉头想了很久 没有人知道他想了什么 可能是从小而母亲告诉他要善良 也可能是想到了刘邦力排众议 拜他为上将军的场面 谁也不知道 反正最后他做出的决定 还是帮助刘邦 但是不能再是上将军了 他派使者告诉刘邦 希望封自己为假棋王 也就是代理棋王 海格认为 这个决定是韩信最大的错误 也是他悲惨结局的原因 通过刚才的分析 大家应该感觉到了 刘邦的命运就掌握在韩信手中 而韩信这时候要棋王之位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吗 要么你就直接独立 要么你就放低姿态 结果你现在不上不下 没有独立 还偏偏用棋王之位恶心一下刘邦 你这不就是作死吗 从这个事就能看出 韩信确实没有什么政治头脑 他的天赋全都点在了军事上 再来看看刘邦 面对韩信这个要挟 刘邦的回答是 当什么假王 要当就当真的 直接派张良过去 给韩信封了齐王 同学们 看明白刘邦这波操作 就明白刘邦为啥能当皇帝了 这就叫格局 听懂掌声 现在韩信选择了刘邦 接下来的故事 我们就真的耳熟能详 项羽的军队被四面包围 包围圈越来越小 项羽带着军队左出右通 却根本冲不出去 刘邦的军队越打越多 项羽的军队死一个就少一个 最终在该下这个地方 项羽只剩下了最后的兵马 27岁的西蜀霸王 他想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明明自己天下无敌 百战百胜 为什么会输呢 输在了哪呢 真是苦恼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虽然历史的胜利者是刘邦 但项羽的人气却比刘邦高很多 哪怕是到了现代 喜欢项羽 不喜欢刘邦的人呢 也大有人在 这个原因有很多 但海格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史记中对项羽结局的描写 实在是太精彩了 今天我们就结合着原文 看看项羽在生命的最后是怎么度过的 项羽军必该下 兵少十进 汉军及诸侯兵为之数重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 项羽乃大经约 汉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 难道汉王已经完全占领楚地了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楚人呢 项羽睡不着 坐起来喝酒 有一个叫鱼姬的美人 和一匹叫追的骏马 一直陪在项羽左右 听着军营之外的四面楚歌 项羽悲从心来 不禁坐视唱道 立拔山兮 气盖誓 实不立兮 追不适 追不适兮 可奈何 鱼兮鱼兮 奈若何 项羽高声唱了几遍 一边唱 一边流泪 鱼姬听了 一边跟着哭 一边跟着喝 左右的侍者听了 也不禁潸然泪下 英雄陌路 慷慨悲歌 紧接着项羽擦干眼泪 翻身上马 在那一刻 他又变回了威震天下的西楚霸王 项羽打开营门 带着最后的八百骑兵 冲入了汉军的营地 很快就突出重围 一路向南飞驰 汉军紧追不舍 过了淮河 能跟着项羽的士兵 只有一百多人了 到了东城 跟在项羽身边的士兵 只剩下二十八个人 项羽环室左右 为其其冤 无起兵至今 八岁已 七十余战 所当者破 所击者服 未尝败北 岁罢有天下 然今足困于死 此天之亡往 非战之罪 分头突围 我们在山的东边会合 别看他们人多 看我再去斩杀一员汉将 说完 一个人冲了出去 汉军看见项羽 进阶披靡 项羽冲入人群 一个回合 就眨了一个将领的头 哈哈大笑 汉军赤拳后 杨喜带兵追了上来 项羽回头瞪了他一眼 杨喜肝胆俱立 连人带马退出三里地 在山的东边 楚军果然会合 仅仅阵亡了两个人 杀死了一百多个汉军 项羽提着头 卢问左右 如何 其皆浮约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遇东渡乌江 乌江亭长 驾着小船等待 到大岸边 亭长说 江东虽小 地方千里 众数十万人 一族王 愿大王极度 金陈独有 汉军至五一度 江东虽小 但人节地灵 足够大王 东山再起 请大王上船吧 项王笑约 天之王我 我何度为 且给予江东子弟 八千人渡江而系 金无一人还 纵江东父兄 连而亡我 我何面目见之 纵笔不言 即独无愧于心乎 江东八千子弟 随我出征 如今没有一人回来 我有何面目 去见江东父老 艇长啊 你是个好人 我这匹宝马 骑了五年 我不忍杀之 你载着他 去吧 去吧 于是 项王下马步行 带着剩下的二十六人 持短兵戒战 杀死的数百个汉军 项王也身负重伤十余处 乱军之中 临死之前 项羽哈哈大笑 看着对面的汉军将领说 我认得你 你曾经是我的属下 现在啊 我要死了 听说汉王给我的头颅 悬赏千金 封万户 咱们君臣一场 我的头 就送给你了 说完 拔剑自吻 生当做人节 死亦 为鬼凶 至今 思向雨 不肯 过江东 楚汉争霸 就这样 落下了帷幕 我们视频的第二部分 也就 讲完了 好了 咱们 继续讲第三部分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 54岁的刘继 在定陶 似水之阳 举行登基大典 定国号为汉 定读长安 君臨天下 在这一年呢 刘继改名为刘邦 这个从小立志 做侠客的少年郎 被天下大势裹挟着 跌跌撞撞 成为了汉朝的开国君王 为了表达感谢 刘邦大封天下 立了八个异姓诸侯王 他们分别是 游记大师 梁王彭月 兵仙 楚王韩信 大哥 赵王张尔 先锋队 淮南王英部 套娃之王 燕王脏图 好人好官 长沙王吴瑞 发小 燕王如晚 白灯之为 韩王信 奇怪啊 怎么有两个燕王啊 我们等会说 其他人的话 应该不用海格 再介绍一遍他们了吧 看到我给他们起了外号吧 大家应该能想起他们的故事 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楚汉争霸的内容 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和总结 从项羽分封诸侯 开始一直到汉朝的建立 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项羽分封天下 刘邦困守观众 在这个时期 项羽犯了两个错误 他一不该分封天下 二不该退回彭城 刘邦抓住了这个机会 拜韩信为大将军 明修战道 暗渡陈桑 重新统一了秦国故地 虎视天下 第二个阶段 楚汉形阳对峙 长达一年半的形阳相持 拼到最后 拼的是意志 拼的是性格 不能说刘邦的性格比项羽强 但是在争霸天下这件事上 刘邦的性格确实占有优势 项羽不顾大鱼 凶狠残暴 致使天下人心向背 虽然武力高强 军功卓绝 却也只能逐渐落入下风 而刘邦这边 善于用人 懂得经营 虽然打仗不行 但是政治能力出众 第三个阶段 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的前提 是十面埋伏 随着韩信的北方军团 势如破竹 项羽的败局已经注定 当四面合围完成 项羽也只能慷慨而歌 乌江自吻 刘邦赢了 他赢在秦末的天时 早一点 他很难有机会起兵 晚一点 他可能就老死了 他赢在巴蜀的地利 项羽给了他最偏僻的土地 可是反过来 这也是最安全的地盘 他也赢在仁和 从起兵到城地 刘邦身边的人越打越多 内有萧和 外有老力 闻有张良 吴有韩信 再加上数不清的文臣武将 各顶各的能打 各顶各的有用 再看项羽 身边只有一个范增 还被他反复猜忌 他最信任的三叔项博 吃里扒外 最后啥也没捞着 刘邦当初跟他说好的约为亲家 等到项羽死后 项博提都不敢提 最后项博被封为涉阳侯 却不能适习 项博死后 刘邦收回了他一切权利 不知道在临死之前 项博抽了自己多少个大嘴巴的 该有多么悔恨 刘邦凭什么能赢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 项羽杜贤既能 由功者害之 贤者移之 战胜而不予人功 得地而不予人力 此所以失天下也 而我刘邦手下呢 张良可以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萧和可以镇国家 服百姓 给溃想通良道 韩信啊 更厉害 连百万之君 战必胜 功必取 一句话 项羽不行 我刘邦牛逼 人物说完了 我们再来说说制度 汉朝建立以后啊 刘邦封了这么多王 那他和项羽有啥区别呢 区别在于啊 刘邦自己不是王 刘邦是皇帝 这背后所代表的是两种制度 封王 大家是平级 而称帝代表的是中央集权 那为啥刘邦不直接用郡县制呢 因为没有实力呗 情况啊 我们也都看到了 刘邦的天下 与其说是自己打的 不如说是大伙给他打的 不封王 人家直接就反了 那现在呢 难道就能相安无事吗 当然不能 刘邦知道啊 诸侯不会安分 诸侯知道啊 刘邦不会安心 天下这个水湖 又一次开始加热 而这次交战的双方啊 变成了刚才 还并肩作战的兄弟 公元前2002年10月 燕王张图起兵造反 之前乱世的时候不造反 现在天下平定了才造反 难道张图啊 是套拔太多 帮脑子套坏了吗 不是的 因为张图太害怕了 这时候的刘邦开始大肆抓捕 杀戮 项羽残党 铁血无情 项羽当年呢 对刘邦真挺好的 用来威胁刘邦的刘太公等人呢 最后也都放了 而现在反过来 刘邦啊 可一点都不手软 把追随过项羽的赶尽杀举 张图啊 之前是投靠过项羽的 他非常害怕自己被杀 所以啊 就在刘邦登基这一年呢 直接造反了 刘邦大怒 御驾亲征 很快 攻灭了张图 另立了卢婉为燕王 这就是为什么异姓诸侯啊 有两个燕王 还是在这一年 长沙王吴锐 赵王张尔去世 吴锐啊 是诸侯里唯一一个善终的 他的长沙国传了武士 武子而终 所以说啊 当好人真的有好报啊 同学们学到了吗 赵王张尔去世以后啊 他的儿子张敖继位 后来张敖被控告模反 经过一系列折磨以后啊 公元前两百年 张敖被刘邦释放 幸存下来 紧接着是韩王信 他被刘邦调来调去 也非常害怕被杀 干脆啊 先下手为强 投靠了匈奴 带兵造反 注意啊 韩王信和韩信不是一个人 刘邦又怒 又愈加亲征 结果啊 在白登山被匈奴重重围困 威容雷乱 关键时刻 贿赂大师陈平出击 使出技能贿赂 成功贿赂了 匈奴禅羽的王后 总算把刘邦救了回来 韩王信在随后的战乱中 被汉军斩杀 韩王信呢 虽然死了 但他临死之前 使着煽动戴国的丞相 一个叫陈希的人谋反 陈希非常的忙啊 真的就起兵了 这一年是公元前一百九十七年 刘邦又又又怒 又又又愈加亲征 韩信 彭越全都称病不出 随等刘邦镇压起义 回来的时候啊 韩信被吕厚和萧和联手弄死 彭越被刘邦弄死 临死之前 韩信破口大把 我真后悔没有听 快通的计谋 行刑之前啊 韩信说 狡兔死 走狗烹 飞鸟进 梁公藏 然后被杀 一三足 彭越啊 死得更惨 他根本就没想造反 结果啊 刘邦不信他 彭越据理力争 刘邦才同意不杀他 但是要把他贬为平民 迁到啊 属地去养老 彭越在出发的时候啊 刚好遇到 刘邦的老婆 吕厚 他一边哭 一边磕头 希望吕厚呢 能帮他说情 吕厚答应了 把彭越带回刘邦身边 然后吕厚啊 跟刘邦说 彭越这人 你为啥要把他贬为平民呢 这么大的隐患 你看不到吗 这个人呢 一定要杀了才行 然后刘邦 把彭越杀了 把彭越的尸体 剁成肉酱 然后把肉酱 做成肉饼 分给大臣和诸侯们 让他们吃下去 以此来震慑他们 不要造反 这种震慑有用吗 没用 恐怖统治 只会滋生恐惧 而恐惧 只会带来暴法 这时候的英部啊 就已经被恐惧 压抑到了极限 作为一个将军 他选择了暴法 公元前196年 英部起兵 刘邦又又又又 大怒 又又又又 御驾侵征 英部兵败被杀 现在还剩下谁了 只剩下一个卢婉了 卢婉也被刘邦吓到 开始在匈奴和汉朝之间左右摇摆 公元前195年 刘邦派周伯去讨伐卢婉 卢婉带着家属 逃到了匈奴 过了一年呢 在丑谷中去世 当所有诸侯王全部消失以后 刘邦环顾四周 他还剩下什么呢 他好像拥有了一切 又好像什么都没了 刘邦躺在床上 已经陷入了弥留之际 攻打英部的时候 刘邦被来自战场的冷剑射中 有一句话呀 叫将军最好的归宿 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 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 刘邦不是将军 但他死于讨伐最后一个诸侯王的 最后一场战争 冥冥之中啊 好像真的有宿命 公元前195年6月1日 刘邦驾邦于长乐宫 享年61岁 刘邦潇洒的一辈子 离死之前 这两个六一还长得挺幽默 今天的六一是儿中节呀 而对于新生的汉帝国来说 他又何尝不是一个婴儿 不管怎么说 一将功成万古枯 秦朝破乱的废墟上 汉朝拔地而起 他会长命百岁 还是促然暴毙 他会长治久安 还是战乱不断 他的百姓会幸福吗 他的未来会长久吗 不知道 死去的刘邦就知道 死去的项吕 项梁 陈胜 吴广 韩信 如瓦 吴瑞 张儿 红月 英度 他们也不费 但我们会知道 因为海哥要把视频继续做下去 随着刘邦的逝去 我们的本期视频也要结束 本期文稿不算标准符号26000 但即使再翻一倍 你无法把这段历史的细节全部讲完 所以如果你看完海哥的视频 能够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 愿意自己去查看相关的史料 甚至更进一步 也拿起笔 拿起纸 开始书写你心中的历史故事 那我会感到无比欣慰 一直以来 我都有一个想法 真正的中国人绝不仅仅是户口本上的几个字而已 只有了解我们的过去 熟悉我们的历史 从中找到并继承我们中华文化的思维模式 才能称得上一个合格的现代中国人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化最牛 其他文化都不行 而是说我们应该先成为一个中国人 知道我们思维的特点是什么 面对一个社会事件 面对一个自然现象 面对一种价值观 面对一种未来的思潮 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态度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完整的三观 然后再去了解和观察其他的民族 其他文明的思想 好的我们学 坏的我们警惕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成长 不断超越 这才是历史的价值 这也是海哥做视频的初衷 喜欢历史的不应该是老古板 反而应该是对这个世界最好奇的人 天行剑 君子以滋强不息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